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要讲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 很多长者为什么会越来越矮呢 又或者寒着背后拿着拐掌走呢 因为骨质叉了疏松了 所以人就会矮了 但是这些无可避免的人脑 每样都会退化的 但今天就介绍一个保健的饮品给大家 如果你自小多点喝 你到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先介绍那个材料 如果你已经是开始有骨质疏松 看医生检查到有了 开始了 你可以用以下的介绍方法去食用 首先材料就是鸡脚10只 红棗7粒 高粒芯片就是2至4片 多少片是视乎你的体质而决定的 两片至4片 做法呢 首先将新鲜鸡脚洗净 然后出水 再在砧板用刀背拍到骨头破裂了 然后将去核的红棗和芯片 放入锅中 用水盖面 然后大滚 滚了之后 转慢火煮至鸡骨全部烂透 这样就可以食用了 但如果有鸡油在表面 撇掉它 要趁热喝这个汤和吃肉 最好可以吃到红棗 如果吃不完的 你吃一点也好 这个汤要怎样饮用呢 其实刚才所煮出来的份量 是可以分开两次食用的了 而开始你要改善骨质的时候 最少一个星期要饮三次 一个月之后 你可以减到一个星期饮一次 即是煮一次喝两天 如果你煮了两次之后 发觉喝了有效果 你可以多喝一两次都可以 这个汤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加强你的骨质 特别是那些两脚没力 软骨又磨损了 走路都不方便 是很有功效 我朋友说 它的功效比药更加有疗效 如果你这样的食用 不用两个月时间 你的软骨和骨质都会加强了 如果你是有胆固顺问题 你可以不吃那些鸡脚 只是喝汤也可以 这个做法和喝的次序 是对那些初期骨质疏松的 是很有帮助 而这个方里面的高励心 是比较燥热的 所以如果你从未喝过这个汤 在春天的时候 就不要开始饮用了 因为春天 人是比较容易上火 所以不是人人可以接受到 但你如果作为预防骨质疏松 你不差在等到夏天过了 到冬天来的时候才开始食用 在冬天开始的时候 你从未试过吃芯片 你从两片开始 如果你觉得OK 不会觉得燥热 你可以加到三片 最后用到四片 所以上面提供的材料用到 是二至四片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的体质 是可以接受这些芯片的话 不觉得燥热四片都可以 你慢慢加到八片都可以 以上提供是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开始 就像你这样去服用 但是如果你骨质没有问题 不适宜过多 否则你容易生骨刺 我朋友他78岁 一粒芯片都没吃过 到现时检查 医生都说他完全没有骨质疏松 不过当然不像年轻时的硬度 但是他是自小就饮用这个汤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讯息之后 你家人里面都可以由20岁到饮用 那就令到你临老骨质都很好 那我朋友他就是大约20多岁 家里开始给他饮的 当时是加两片芯片 到30出头就加到三片 40至50岁之间就用4至5片 他至60岁就停止没再饮 他饮的次数就是夏天一个月饮一次 冬天一个月饮两次 这个是作为保健预防之用 由20岁开始饮用的了 多谢我朋友热心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但是每人体质不同 如果你尝试的话 希望最好请教专业的医师 才决定是否合用 多谢大家的收听 你会用多谢大家的报告 你就会用多谢大家的收听 一定要用多谢大家的收听 看来看看